大家好,我是李灿 今天咱们通过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师》学习地道中文 小男孩哈利波特从小无父无母 跟着姨父姨妈生活 可是姨父姨妈并不待见他 他还有一个表哥叫做达利 也成天欺负他 这一天是达利的生日 扶农姨父带着大家去动物园玩 哈利看着被关在玻璃墙后的蟒蛇 心中不禁伸出同病相怜的感觉 哈利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不仅能和蟒蛇对话 还能把整块玻璃墙变走 帮助蟒蛇逃走 最后他还把玻璃重新变回来 把他表哥困在了里头 有一天哈利去取邮件的时候 竟然看到一封寄给他的信 是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寄来的 他刚要打开那封信 就被表哥达利给抢走了 扶农姨父把信件给没收了 不让哈利看 可神奇的是 接下来几天 信件以各种形式进入他们家 甚至直接从壁炉里飞了出来 可是扶农姨父还是不让哈利看任何一封信 最后为了避免哈利收到信 扶农姨父带着他们逃到大海中的一块礁石上 躲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 扶农姨父以为这样总收不到任何信了 可谁知 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房子的门哐的一声 被一个巨人给撞开了 他自称是来自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海格 他给哈利送了一个自己做的蛋糕 他还亲手把那封信交到了哈利的手里 原来里面有一张录取通知单 通知哈利 他已经被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录取了 海格还告诉哈利 其实他的父母也是魔法师 而且他们并不像扶农姨父他们说的那样 是死于车祸 最后 哈利跟着海格来到伦敦 到那去买信件上提到的学习用品 哈利觉得这些东西都挺稀奇古怪的 怀疑不好买 海格告诉他 他知道哪里能买到 海格带着哈利进入一间平平无奇的酒吧 可是里面的人都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 所有人都认识哈利 包括一位霍格沃茨的教授 齐洛教授 接着海格带着哈利来到酒吧的后院 他用手里的小伞在墙上敲了三下 结果墙上的砖开始蠕动 没过多久 出现了一个拱门 里面就是对角像 巷子里头人头传动 大家都来购置自己需要的魔法物品 哈利担心自己没钱 没法买东西 海格带着哈利来到巫师银行古林格 精灵领着他们来到地下金库 原来哈利的父母早就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币 他们取了一些出来 之后精灵又带着他们来到713号地下金库 取出一个脏兮兮的小包 至于里面是什么 海格保密 接着哈利要去买魔杖 海格让哈利一个人去奥利凡德魔杖店买 结果哈利一进店 奥利凡德就知道 哈利波特来了 哈利连着试了几根魔杖 感觉都不对劲 最后奥利凡德取出一根魔杖 哈利拿在手里 竟然产生了神奇的反应 奥利凡德很是吃惊 因为这根魔杖和之前给哈利额头上留下伤疤的那个魔杖 是采用同一只凤凰的羽毛制成的 哈利见到海格后 把这件事告诉了海格 海格也终于告诉了哈利 他父母究竟是怎么死的 原来之前伏地魔要去杀哈利的父母 结果把哈利的父母杀死了 却杀不死哈利 从此伏地魔也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 海格把哈利送到伦敦的火车站 给了他一张票 就匆匆的走了 车票上写着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哈利很迷茫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站台 幸好他遇见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孩子 也要去那个站台 那位母亲告诉他 怎样才能进入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哈利终于进入了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坐上了去往霍格沃茨的火车 没过多久 之前那个在站台上遇见的小男孩 来到了哈利的车厢 哈利让那个小男孩坐下 小男孩自我介绍说 他叫罗恩维斯莱 两个小孩很快就手落起来了 谈天说地 一起享用哈利买的一大堆零食 罗恩正要向哈利展示魔法的时候 来了一个小女孩 说是来帮同学找禅厨的 小女孩自称赫敏格兰杰 她那自以为是的态度让罗恩很是不舒服 不过没过多久 火车就来到了霍格沃茨的站台 一年级新生在海格的带领下 乘船进入了霍格沃茨城堡 他们遇见的第一位教授就是麦格教授 他们在等待的时候 遇见了一位傲慢的金发男孩 他自称是德拉科马尔夫 他向哈利示好 却对罗恩十分的鄙视 接着他们进入了城堡的大厅 大厅里已经做了四排学生 他们的头顶上漂浮着点燃的蜡烛 而天花板就被魔法变成了黑夜天空的模样 等一年级新生站好队之后 首先是霍格沃茨的校长邓布利多讲话 接着进行分院仪式 罗恩看赫敏很不顺眼 他可不想和他分到同一个学院 可是罗恩和赫敏都分到了格兰芬多学院 最后终于轮到哈利了 他的心里非常紧张 在哈利的坚持下 分院贸也把哈利分到了格兰芬多学院 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原本空空如也的盘子上 突然变出了丰盛的美食 在享用美食后 大家都在集长的带领下 回到了各自的宿舍 夜深了 大家都睡着了 哈利却怎么也睡不着 一个人坐在窗台上 思绪翻涌 以上就是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开头 其实我一直想尝试 将讲故事和电影电视的画面 结合在一块 教授大家中文 这个视频就是这种全新的尝试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形式的视频呢 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的想法 那么今天就到这吧 下次再见咯